ли 美國公司的很興趣 PDP 美國都是滿校的 所以你們待會看 所以大家會看 做出來的東西是非常精準 除非你より隨便做 隨便做出來是不像你 就沒感覺 如果是你 就很有感覺 啊 這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 OK 好 那目前他在三十個國家 有兩千萬個資料庫 兩千萬個個資料庫 我們大中華 這二十一年已經有 四十多萬個資料庫 它都是管理職的 中階跟高階 還有一些基層主管 OK 這個是我們國內 就是大中麻區做的這些品牌 包括記憶 記憶是Tony 我問了 OK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你們今天各位 我們今天給各位確認的是 我們最重要的第一個基礎 Blow Skin 就是你個人的 他原來的英文是 Personal Profile 就是你個人的一個特質 OK 然後他資料庫非常多了 他就變成一個專業的展開工具 然後呢 那個Tony會跟各位 結束之後會跟各位摘要 他也可以搬工 搬企業量身製作 根據企業的核心優勢 找一個工作匹配 那另外呢 團隊 就是現階段的團隊是什麼樣 他可以提升每個人量 他用我們的資料庫製造 那個職位越高的能壓力越大 因為他要負責的績效越大 所以這個就可以通通可以看出來 然後另外就是教練 他一共有四個系統 那我們今天是主要是用Plow Scan 那Plow Scan 對你們Personal的一個特質 我就用中文去講 對你什麼優點呢 瞭解你的優勢在哪裡 你只要發揮你的優勢 你還做你的工作 你就會很有績效 做得很愉快 那你一天大晚做的都不是你的優勢 短期可以 長期就很痛苦 但是因為你做過這個 你就很清楚 你不喜歡做的是什麼 你喜歡做的是什麼 這樣你就要靠團隊來補你 就是你不喜歡的 你團隊一定有人 他那塊他喜歡 而且做得很好 這樣子的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是實在的 流露在哪裡 就是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另外呢 當你這些都安穩好了 你怎麼樣提升改進 提升你的自己的領導力數 有些人台灣有些人講的領導好嚴重 我們再問一下 你們這邊結婚人總會舉手 不到一半 結婚人叫領導 就社母親 這個家庭裡面一個馬上就碰到 OK 好 1992年呢 就跟著馬雲在學這個PTP 之前自己也是在一個顧問公司 自己設了一家顧問公司 那因為長期我都在輔導 那個中小企業 所以PTP對我來講 是非常實用的一個 我們講說工具 非常實用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平常看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在輔導的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很快速的了解 我這些客戶裡面的這些同仁 他們每一個人的狀態是怎樣 所以透過這個PTP呢 我可以很快的很深入 去了解每一個人 各位學過PTP以後呢 給各位一個建議 盡量也不要因為你學了PTP以後 任意的給人家貼標籤 你不要看到這個人說 這個就是孔雀 那個人就是老虎 這沒有必要 因為事實上它扮演孔雀 扮演老虎 其實它有其他的特質的存在 這種特質它隨時都有可能會存在 那尤其是當你在做可能是 擔任顧問的 擔任主管的 當你在抱怨你的部署 他的績效不好的時候 你應該回過頭來 談起你自己 因為部署的績效不好 絕對都是主管的責任 因為主管不曉得怎麼去用人 換言之呢 因為我們說天生我才必有所用 每一個在四種特質裡面 在工作場所裡面 都有它表現的這個空間 都有它表演的這個空間 都有它應該扮演的這個角色 但是相對的 如果你把這個角色放錯了 你把一個孔雀放到什麼 放到後端 後勤資源裡面去 肯定死得很難看 同樣的你如果把牢骨 不曉得放到前方去作戰 你放到後面去拿它去做規劃 很顯然也是出錯的 相對的說你一個 一個那個 所謂的攤頭堡打下來以後 你如果還是一直都用這個老虎 去做這個管理的情況之下 肯定 因為老虎基本上是不安局勢的 就是應該什麼 吳偉雄要進來 要進駐 所以這每一個人都有他不同的任何特質 因此呢 怎麼樣 真正的能夠釋財釋鎖 在沒有學過PDP的時候 釋財釋鎖對我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你怎麼去釋這個財 你知道很多的鎖 但是你不曉得這個財到底是什麼 但是學了PDP以後呢 紀錄它這一塊裡面有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所以我個人在做這個守備 將近已經超過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次 那常常很多都是素媚品質 就像今天看到了你 然後做了這張圖表 我就可以大家可以 談一整天都沒有問題 談談你的整個的特質是怎樣 你的傾向是怎樣 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對我來講 這套工具幫助我非常的多 幫助我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我工作的這個職場 這個領域上 幫助非常的多 各位夥伴 下午好 好 很高興 又可以在這邊認識一些新勞夥伴 現在門律要我分享一下 待會兒有一部分 可能我再三個會提到 那兩分鐘我大概講重點 我在1989年就從事人力資源 可是我本身在生產經歷過三年 銷售經歷過五年 1989年開始做人力資源 才92年才跟門律學PDP 對我而言 個人而言 我想PDP讓我更認識自己 以前我是很喜歡在家裡到處聊 他說我是孔雀型 學了PDP才知道真正身上有這個特色 可以去參加兩國副角的鼓吹革命 其實那時候對我的感受特別深 也很高興地開啟我自己在 我從小的志向當老師 因為從小受老師的影響很大 受老師的幫忙也很大 家裡雖然很窮 可是總之知道當老師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可以傳播很多很理想的東西 所以要講明天會更好 其實明天的時候我感受特別深 因為我們家學家都做了 所有包括我家裡的所有人 還有那時候我在財庫 早期我在財庫跟我的一個另外創業夥伴 他是老我 我是孔雀 我記得門律學PDP 我幫我們全公司幾個高階主管做過 我沒有變成人 因為我貓土鷹 我弟弟都在 所以那時候發給我們這個團隊 很快就跟門律融入了 所以有取得跟門律學推廣這個東西 十年來 我跟他在台灣從沒有到有 我們推動很多 也感染很多客戶 看到很多客戶 用這套系統 感受很多人 1999我又成立一個貢庫公司 那我就想把做能力之間的領域 實施改變的是HR這一段很多 發覺HR做了盡很多力量 可是很難改變對老闆這個成績 所以我想再做很多事老 假如是老闆 發覺HR雖然很懂HR 可是大部分老闆不懂HR 所以我開始走上 顧問這個環境 01年到了大陸 所以02年我在重慶也成立一個公司 這10年我大概都在大陸 我看到開始對老闆這方面的影響 所以我在重慶大部分開始針對 可能我們隨著年齡的肢長 跟服務的客戶越來越多以後 發覺改變老闆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著眼點 HR 假如你 你面對老闆 他沒有辦法配合也是這個東西 這個工具常常會落在這個 這是一個Tour 應該講一個工具 待會兒我可能跟各位提一下 因為我常常在重慶應該總裁 就像文綸講的 在中共看到 大部分老闆不知道這個東西幹嘛用 所以我覺得我們從選域用理 看起來很單純的選域用理 對於高屆而言 你連佈局跟經營人才都搞不清楚 其實你已經 剛才講的很可惜 所以待會兒我會補充這個部分 第二個 就從高屆總長而言 剛才提到的四財四手 四財四手怎麼做呢 待會兒我有朋友從冰山裡面來 對我提一下 因為我們上面對客戶解決問題 所以我可能在大陸這10年 大概進入到企業去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那PTP它的功能效果就很強了 所以 系統很棒 可是呢 系統要導入在中國這個區裡面 我覺得很邀連在路 我也蠻佩服我為20年來 我們都很願意 把這麼好的東西 跟所有 不管高階的中階的 那一般我說 沒有印象 你知道我們曾經說過 也好嗎 就是說 我是誰到我要成為什麼 其實兩個應該是end 應該end 所以我想說 通過PTP 讓他找到自己的擅長的地方 然後呢 針對企業也 他要負起這個最大的責任 因為20%的高階主管 影響公司80%的效益 所以這套工具 其實可以從企業在不同階段 你如何掌握所有高階主管 剛才文綠也提到了 一個高階主管 假如你 假如四個領域你沒有抓到的話 其實你在發展過當中 會很多的顛簸 那我是實際跟著企業經營 到一、二、十年下來 所以感覺特別深 我想 我就先發表這樣子 真的 再三個孩子 謝謝Malire給我們這個機會 也讓大家學這東西 不單止只談你是誰 應該把它活用到 不管家庭 親子 還有說朋友 相當有幫助 好 謝謝